一个人究竟做错什么事才会下地狱呢? 十八层地狱的规则又有多可怕? 如果神话故事中的地狱真实存在,那么很可能人人都难以逃脱。 在宗教记载和一些神话故事中都有对地狱的描述, 你如果在人世间做了坏事,就有可能会下地狱。 但究竟做什么事才会下地狱,很多人可能还都不清楚。 我研究了一下呀,发现这规则实在是有够凶狠的。 第一层,拔舌地狱。 凡在人世间油嘴滑舌,巧言相辨,说谎骗人,挑拨离间, 诽谤陷害,死后都会被打入拔舌地狱。 小鬼会掰开来人的嘴,用铁钳夹住舌头,生生地拔下来。 而且不是一下子拔下来,是慢慢地拉长,拽下来。 随后就要进入剪刀地狱和铁树地狱。 就这第一层且不说什么,诽谤陷害,挑拨离间, 就光是油嘴滑舌和巧言相辨,说谎骗人。 我们保守估计,99%的人都难逃一劫了吧。 第二层,剪刀地狱。 在人世间啊,若妇人的丈夫不幸提前死去, 她便守了寡。 你若缩使她再嫁,或者为她牵线搭桥, 那么,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剪刀地狱。 剪断你的十个手指,更不用说如果她的丈夫还没死, 就像水浒传中的王婆, 潘金莲本无意勾引西门庆, 但王婆却一再怂恿她去讨好西门大官人, 还教唆她让大郎喝药, 喝死了可怜的五大郎啊。 且不说潘金莲西门庆的下场如何, 单讲这王婆,剪刀地狱是下定了。 第三层,铁树地狱。 凡在人世间离间骨肉, 挑唆父子、兄弟、姐妹、夫妻不合之人, 死后都将进入铁树地狱, 树上插满了利刃, 自来人的后背刺入, 把人活生生地吊在铁树上, 这还没完啦, 插过之后还要下跋舌地狱和蒸笼地狱。 第四层,灭境地狱。 在人世间犯了罪, 就要接受人世间的刑罚罪责, 如果有人通过走通门路, 不讲实话,上下打点, 瞒天过海,逃过了人世间的惩罚, 又或者是那种再逃犯之类的, 逃亡一生, 但无论如何, 也总有要死的那一天吧, 这类人必然会下地狱, 等他到地府报道时, 就会被打入孽境地狱。 孽境会照出他一生中所谓受的惩罚的罪责, 不用你交代, 就会全部原形毕露, 然后分别打入不同的地狱受罪。 第五层, 蒸笼地狱。 有一种人啊, 平日里家长里短的爱说闲话, 经常以讹传讹, 陷害诽谤他人, 就是人们常说的长蛇妇。 这一类人死后, 就要被打入蒸笼地狱, 投入蒸笼里反复地蒸, 不但如此, 蒸过之后还要用冷风吹, 基本这一轮过后就没人样了。 但别担心啊, 蒸笼很人道的, 他会重塑成人形, 再送往跋舌地狱。 第六层, 铜筑地狱。 为了报复他人, 又或者是为了毁灭罪证, 蓄意纵活者, 死后都会被打入铜筑地狱。 小鬼们会扒光他的衣服, 让他赤身抱住一根一米直径, 两米高的铜峰柱。 在铜柱内燃烧炭火, 并不停地扇风, 很快铜柱就会烧得通红。 什么感觉呢? 皮肉都会粘在铜柱上, 奇痛无比。 第七层, 刀山地狱。 在人世间啊, 凡亵渎神灵者, 你不信没关系, 但你不能亵渎它。 杀生者, 不要说杀人了, 就是你生前杀过牛、 马、 猫、 狗这些动物, 它们也是生命啊, 也许它们的前生也是人, 或许还是你的亲朋好友呢。 因为阴间不同于阳间, 那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, 牛头马面都能当官, 所以牛、马、猫、狗等动物, 以及人, 来者统称为生灵。 犯以上二罪之一者, 死后都会被打入刀山地狱, 脱光衣服, 令其赤身裸体爬上刀山, 是其罪孽的轻重。 听说有人会常住刀山之上。 第八层, 冰山地狱。 在人世间啊, 凡有赌博成性, 无孝敬父母, 不仁不义之徒, 还有与人通奸, 谋害亲夫, 恶意堕胎的女人, 死后都要打入冰山地狱, 令其脱光衣物, 赤裸爬上冰山, 那感觉就是一个字, 冷。 第九层, 油锅地狱。 在人世间凡有偷盗, 抢劫, 卖淫, 嫖妻, 欺善凌辱, 拐卖妇女儿童, 诬告诽谤他人, 谋占他人财产, 妻女之人, 死后都要打入油锅地狱。 剥光衣服, 投入油锅中翻炸, 炸得啪啪作响, 这也会根据生前所犯的情节轻重, 判炸数次。 万一又有好赌又好色的话, 可能刚从冰山地狱里爬出来, 就要下油锅地狱暖身子了。 上面这九层叫做上九层地狱, 也就是东地狱, 如果和人世间做对比的话, 东地狱的第一层, 一年就相当于人间的三千七百五十年。 堕入地狱众生, 必须在这里待一万年, 想要早走一天都不行。 在历代的神话传说中, 虽然地狱每一层的教法都会略有不同, 但实际上的职能并没有太大差别, 这上层地狱听起来就够残酷的了, 但实际更刺激的还在下面。 下九层的西地狱, 还有更恐怖的刑罚。 第十层, 牛坑地狱, 这是一层为畜生申冤的地狱, 凡在人世之间随意诛杀, 虐待牲畜, 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, 那么死后就要被打入牛坑地狱。 这种人会被投入到一个深坑之中, 数百只野牛奔袭而来, 牛脚顶, 牛蹄彩, 把人搞得稀碎之后, 再拼成人形去其他层受罚。 第十一层, 食压地狱。 若在人世间有生下孩子之后, 由于孩子天生呆傻, 残疾, 或是因为重男轻女等, 总之,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, 只要将婴儿抛弃, 又或者是残忍的溺死, 这种人死后, 就会被打入食压地狱。 这里有一个方形的大石槽啊, 上面又绳索吊着一个与石槽大小相同的巨石, 将人扔到石槽之中, 然后砍断绳索, 下面你应该能想象了, 肉饼啊, 这种地狱不知道往返多少次, 总之人性化的地狱, 最终还是会将作恶之人重塑成人形, 再打入下一层。 第十二层, 春旧地狱。 这一层的地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啊, 一方面是因为刑罚非常残酷, 另一方面呢, 可能人人都难逃这一层。 春旧地狱就是人在人世间, 如果你浪费粮食, 糟蹋无骨, 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, 或者是不喜欢吃的东西, 吃两口随意扔掉, 又或者是不尊重餐食, 在吃饭时候说话, 特别是脏话, 会语, 骂街, 这一类人就会被打入春旧地狱。 旧, 顾名思义了, 捣米捣蒜的工具, 把人放进去, 像捣米一样让人变成糊状, 这种画面你只能在脑海中自行脑补了。 但别担心, 人性化的地狱最终还是会把人拼起来, 送去下一层。 第十三层, 血池地狱。 凡在人世间不尊重他人, 不孝敬父母, 不正直, 专搞歪门邪道的人, 死后都会被打入血池地狱。 这里讲的血池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血, 而是像火山口一样的岩浆滚烫通红, 人进去之后啊, 会被烫得劈啪乱响, 之后烧成灰烬, 然后老规矩, 拼起来下一层。 第十四层, 亡死地狱。 要知道, 作为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, 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古人认为是阎王爷给你的机会, 如果你不珍惜的话, 去自杀, 如割脉, 服毒, 上吊等, 就会激怒阎王爷。 这时候啊, 这类人就会被打入亡死地狱。 此时的地狱场景, 会幻化成自杀者自杀时的场景, 让自杀者循环往复经历生死。 这类人就别再想做人了, 永世不得超生。 不管这层地狱是不是真实存在,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 我们来到人世不容易, 好好珍惜吧。 第十五层, 折行地狱。 凡是在人世间挖坟掘墓之人, 死后都会被打入折行地狱。 罪人将会被钉在棺材的板上开膛破肚, 然后被当作飞镖的靶子一样扔来扔去。 第十六层, 火山地狱。 这又是个另部分人会感到恐惧的一层。 凡在人世之间损公肥私, 行贿受贿, 偷鸡摸狗, 烧杀抢掠之人, 死后都会被打入火山地狱。 他们会被赶入火山之中, 反复地经历焚烧之痛, 但就是烧不死。 相传啊, 还有犯了戒的和尚和道士, 也会被赶入火山地狱之中。 第十七层, 石墨地狱。 凡在人世之间贼人, 小偷, 贪官污吏, 欺压百姓之人, 死后就会被打入石墨地狱。 封都城的库吏们会推动墨盘转呀转, 然后把人磨成肉酱。 驴拉墨你看过吧, 大概就是那么个感觉, 随后就是老规矩, 重塑人生再磨。 磨多久呢? 具体不知道, 但是必然还有下一层在等着。 第十八层, 刀具地狱。 凡在人世间有偷工减料, 漆上瞒下, 拐卖, 诱骗, 买卖不公之人, 死后都将被打入刀具地狱。 他们会将人的衣服脱光, 成大字形的捆绑在四根木桩之上, 用一根长长的锯条从裆部开始锯, 直到头部, 用锯直接锯臂。 它可不是一下给锯成两半, 而是慢慢地, 慢慢地。 可能一天就锯一毫米这么个样子, 你想想, 是不是觉得很疼呢? 关于神话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, 并没有高低之分, 只是按照在人世间的罪责不同而划分。 一个人犯了不同地狱的戒律, 就会跨越不同的地狱去接受惩罚。 至于十八层地狱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? 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, 但我觉得地狱酷刑所对应的罪责, 才是传说真正要警醒和告诫我们的事情。 好了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 希望此次相遇能给大家带来收获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,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。 感谢您的观看,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